法国总统府签发场外程序驱逐令 将两个中共国安部驻法国大使馆的高阶官员赶出了法国 法国世界报从法国外交部确认了此消息 今年3月 中共国安特务及中共驻法国大使馆约10人左右 试图在法国戴高乐机场强行将一名中国异议人士带回中国大陆 所幸被法国边境警察和记者救下 负责该任务的就是被法国下令驱逐的中共国安部驻法国站长及其副手 这次中共国安在法国领土上抓人已经触动到法国的敏感神经 包括了自由 人权与国家主权 那加上最近中共又在瑞典 挪威 菲律宾等地爆出了共敌案 所以法国政府必须驱逐中共国安来宣誓他们坚守国家主权和国土安全 这名剪刀中共海外特务送中的男子名叫林华战 他曾公开反对中共党魁 他告诉《大纪元时报》 中共大使馆强迫他说自己是法轮功学员并自愿回国自首 根据报道 法国政府的这次驱逐行动是私下进行的 和中方以彼此同意的程序进行驱逐 中国是法国在欧盟地区以外的最大贸易伙伴 所以法国遣返中共国安人员也是低调的进行 一方面是不希望公开地刺激中共 那另一方面呢 也是因为法国正在举行大选 如果中共特务在当地秘密抓人的议题被放大关注 可能会更不利于执政党的选情 另外 挪威安全警察局日前也逮捕了一名挪威籍男子 他被控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 警方未透露其姓名 随后该男子在奥斯陆一家法院出庭受审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澜 纽约采访报道